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朴总长 给了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跟各位来报告 我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 我也很高兴听说 我的同事 葛道光教授 已经到这里来讲过 我们两个人是在一个单位 所以经常被人家把我们搞错 甚至赞扬他的话在我面前讲 或者说有的时候电话 本来应该打给他的 就打到我这里来了 我们有一次在哈佛大学 因为我们两人坐在一起 美国的主人分不清楚 就是说左边的葛或者右边的葛 但今天我不要担心 因为只有一个人 所以无论是讲得对的 错的 都不会影响到葛道光教授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的背景 和一带一路 因为一带一路的全称 是丝绸之路经济代 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 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所以不仅在世界上面 就是在中国 大多数人都认为 一带一路 它就是重建丝绸之路 或者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延续下来 但是呢 了解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的背景以后 你就可以明白 其实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呢 实际上就是指 从中国内地 经过河西走廊 然后呢 通过新加 到达今天 乌兹比克斯坦的 沙马尔汉 这是最早的时候 这个德国的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 他所确定的 施绸之路 但是现在呢 在中国 把丝绸之路概念 已经扩大到 所有从中国通到 外界的道路 都被称为了 丝绸之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南方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 北方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 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但实际上呢 丝绸之路并不是 哪一个人专门开辟的 中国人以前一直认为 既然丝绸之路 从中国出发的 那么就应该是 古代中国主动开辟的 但实际上呢 这条路早就存在了 譬如说 三千两百年前 已经有了 从新疆通到 今天河南的道路 另外呢 中国的小麦 黄牛 羊 马 还有青铜 这些都是从 今天的西亚 中亚 经过新疆 传到中国的 而且 在今天新疆 三千多年前的 古墓里面 发现了欧洲白人的尸体 所以可见 三千多年前 西方人 欧洲人 中亚的人 他们已经从西面 到了新疆 但是我们还没发现 中国的中原的人 也到了中亚的证据 而且 一直到唐朝 唐朝的诗人 还认为 春风不渡 玉门关 就他认为 在今天 敦煌的 玉门关 从他往西 是没有春天的 说明 在中原人的 印象中间 今天的新疆 和中亚 气候很不好 不适合 人到那里去 还有一记 也是唐朝人的诗 叫做 西出阳关 无故人 他们认为 从灯火往西 出了阳关 就找不到朋友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间 阳关 以西 是其他民族 其他文化 其他宗教 跟唐朝 本土 是不同的 所以实际上 一直到 公元 1877年 也就是 清朝的后期 才有德国的 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 他 发现了 这条 重要的交通路线 把它命名为 丝绸之路 也就他认为 从公元前 二世纪开始 就形成了 从中国的 洛阳 长安 到中亚 撒马尔汉的 这条贸易路线 就是我刚才地图上 展示的 这条路线 他认为 这条路线上 主要贸易的货物 是丝绸 所以他把它 命名为 丝绸之路 为什么 李希霍芬 把 公元前二世纪 作为他的开始呢 其实 这是指的 汉武帝的时候 张千通西越 但是我们知道 张千通西越 他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军事 和政治 首先 汉武帝希望 张千把原来 在吉林山 但是后来 迁到了今天的 阿富汗 那个大厦 伊杰 遗坚 遗坚到伊犁河的 乌孙 要把他们招引 回到 西战山 以便一起 打击 匈奴 但是 当他知道 西越 有很多国家 所以他在第二次 派张千 撮死的时候 让他去 说服 这些 国家的 君主 到长安 要来向他 效忠 来朝拜他 那么 师仇呢 是张千 带到西越去 赏赐给 西越的 君主的礼物 他不是用来 做买卖的 等到 这些 大大小小的 西越国家 派遣死者 跟张千 回到 长安 汉武帝呢 更觉得 有必要继续 派人撮死 所以 从张千 第二次 撮死 回来以后 汉武帝 每年 都会派出 十几批 使者 带了 丝绸 黄金 到西越 或者更远的 地方去 去吸引他们 到长安来 所以这也是 出于 政治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 贸易 也不是为了 经济利益 所以这样呢 就把大批的 丝绸 运到了 西越 但是呢 西越本身 并没有对 丝绸的 什么 需求 所以 当地的商人 就把 这些丝绸 继续往西 运到了 中亚 历史上的 波斯 最后 运到了 罗马 当 丝绸 到了 罗马 以后 由于 罗马 人口 众多 经济 发达 商业 繁荣 所以 对 丝绸 产生了 强烈的 需求 再加上 丝绸 之路 实际上 它的运输 能力 很有限 而且 经常 因为 自然 和 人为 的 原因 交通 断继 所以 实际上 能够 运到 罗马 的 丝绸 的 总量 并不是 很多 所以呢 经常 处于 供不应求 的 状态 经常 丝绸 的 价格 比 黄金 还 贵 所以 这样 就 驱使 一批 商人 他们 不懈 冒着 生命危险 长途 跋涉 不断的 把 中国的 丝绸 运到 西方 但是 中国 本身 无论是 汉朝 还是 唐朝 或是 以后的 朝代 他们 自己 并 不了解 并没有 这种 阶级性 因为 中国 自古以来 认为 自己 是 天下 之中 认为 自己 什么 都有 完全 可以 自给 自足 所以呢 不需要 外界 的 东西 时间 长了以后呢 甚至 缺少 了解 外界的 兴趣 和动力 没有 必要 所以 我们 查了 中国的 历史 没有 什么人 为了 经济 的 目的 或者 为了 了解 外界 的 目的 而走 出 中国 习近平 主席 在北京的 一带 一路 论坛 上面 曾经 立举了 三位 古代的 旅行家 他们是 唐朝的 杜环 和意大利的 马可波罗 还有阿拉伯的 伊本 白头泰 伊本 巴多泰 这三位 的确 都是 旅行家 像 马可波罗 他在 到了 中国 回去 还写了 邮寄 像 伊本 白头泰 他的 故乡 在 摩洛 哥 他也 到了 中国 还不止 一次 也留下了 他的 记录 但是 各位要知道 杜环 他不是一个 主动的 旅行家 他是 跟随 唐朝的 将领 打仗 打到 今天的 哈斯克斯坦 在那里 被阿拉伯人 俘虏 才把他 带到了 巴各达 他在 阿拉伯 停留了 十二年 以后 又坐着 阿拉伯的船 回到 广州 再回到 他的家乡 长安 就今天的 西安 所以我们 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 明白 尽管 这三个人 同样 是 长途的 旅行 但是呢 后面 两个人 是主动的 而 杜环呢 是被动的 另外呢 可能我们 当代人 还不理解 连中国人 都不大理解 就中国古代 是没有正常的 对外贸易的 因为中国的 统治者 认为自己 是天下的 共同的主人 一方面 天朝 本身 什么都有 不需要 依靠外界 另一方面 如果外界 有什么东西 他欢喜 或者他需要 那天下 本来就 他的 你们应该 朝贡啊 应该贡献啊 为什么还要 皇帝 或者中国同志 出钱去买呢 所以我们知道 尽管 实际上 中国跟 朝鲜 高丽 日本 中国的 传统观念 认为 农业是根本 手工业跟商业 都是可有可无的 都是磨 商业 更是 磨中间的磨 而且中国历来 对自己的 路上的边疆 严密地控制 所以中国的百姓 是不可能 随便出境的 连当年 唐朝的和尚 贤壮 要到印度去取经 等他到了边界 也没有办法出去 最后只好偷渡 幸亏 边防长官 自己也是信佛的 所以他 悄悄地把宣账放出去了 要不 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 唐朝还有这么一位和尚 那么海上呢 也是严格禁止 百姓出海的 特别是在明朝 清朝 一次次地采取措施 防范 百姓出海 比如说宋朝的时候 曾经容许 百姓在海上贸易 但是规定 只能在中国本土 不许到高离 也不许到日本 所以民间 对海外的贸易 是长期被禁止的 大多数情况 只能采取走私 或者武装走私 所以中国的海外贸易 并不像我们现在 有些人想象的 那么发达 其实 在最开放的时代 主要也是 外国到中国来贸易 而不是中国人 打外国去 总而言之 在历史上 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地 利用过 这条丝绸之路 也很少 从丝绸之路贸易中间 获得利益 在这条路上 经商的 主要是中亚的人 历史上的 塑托人 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 跟土库曼斯坦 这一代的人 还有是回护人 回护人 他本来是蒙古高原的 外蒙古 内蒙古 到了公元九世纪 他的主要的部分 迁到了今天新疆 塔里默河流 发展成为今天的 新疆的维吾尔人 还有就是波斯人 还有最影响大的人数 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 所以我们经常讲 唐朝宋朝的时候 中国的外貌很发达 其实是在这两个朝代 外国来到中国贸易的 才是主要的 同样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的论坛上面 曾经提到 有一次黑石号乘船 黑石号 这艘船是上世纪 在印度尼西亚发现 并且打捞成功 从这艘船上 清理出六万多件瓷器 都是福建产的 可见当时外貌 中国出口的 主要一个货物 是瓷器 在这个船上 还有很多铜钱 上面是唐朝的年号 所以肯定这艘船 它从福建 印在了瓷器 也许还有茶叶 丝绸 它是先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估计呢 商人还要拿唐朝的铜钱 在印度尼西亚采购胡椒 香料 然后再运到阿拉伯去 但这条船的主人 是阿拉伯人 并不是中国人主动出口 还是阿拉伯的商人 在做这个买卖 那么海上思索之路 是不是中国人主动开辟的呢 也不是 中国并不是没有航海的能力 早在公元初年 也就西汉末年 中国的船 已经到了黄之国 几不成国 一般认为 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而且汉朝 已经专门设立了一室 那就是翻译的官员 但是公元以后呢 到了东汉 或者以后呢 就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最后到了那里 并没有什么汉朝 必须的商品 所以从经济上讲 是得不偿失 所以以后就没有必要 再进行这样的航海 那为什么 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呢 主要原因是公元755年 唐朝发生了安死之乱 安死之乱的爆发 是唐朝最终放弃了西约 藏着的祖先 土伯仁 他们趁这个机会就扩张 占据了今天的新疆 青海 甘肃 内蒙古的一部分 甚至陕西的一部分 由于战乱不断 所以路上的丝绸之路 就断继了 因此阿拉伯人 就利用他们 发达的航海技术 从海上 到了中国的广州 泉州 宁波 扬州 登州 但是当阿拉伯人 开始了海上贸易以后 他们发现 他的经济效益 要比路上高得多 首先 到了唐朝中期以后 南方的经济不断地发展 所以能够出口的物资 像石器 石绸 石绸 茶叶 日用品 主要都已经是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 比如说 石器 主要是福建产的 包括造船 福建 也已经很发达 所以在海上的贸易 经济效益 要比路路好得多 以后 即使 战乱 平歇 也没有人再去利用 这条漫长的 石绸之路 所以公元 1755年以后 西方的学者 再提到的石绸之路 已经不是从中国内地到西亚 而是新疆跟中亚之间第七性的交通路线了 海上的贸易 还是阿拉伯人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因为当时的船都是木机构的 它自己的重量比较轻 为了防止在海上 这个船轻翻 所以原来阿拉伯人在船舱底下 放上一层石头 或者放上一层水 增加它本身的重量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呢 他们发现中国的瓷器非常便宜 所以他们就买了瓷器 把它放在船底下 代替原来阿拉伯的石头和水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成本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沉船里面 打捞起来 往往发现的都是几万件 甚至十几万件的瓷器 这样就把大量中国价廉物美的瓷器 运到了阿拉伯 以后又运到了欧洲 这也是很多人产生了误会 以为是欧洲长期以来不会生产瓷器 其实欧洲人已经学会生产瓷器了 只是因为中国的瓷器太便宜了 而中国瓷器之所以便宜 那就依靠了海上贸易 因为它运费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呢 海上丝绸之路 也是西亚的瓷器 阿拉伯的货瓷 还有南洋的香料胡椒 比较方便地运到了中国 因为当时阿拉伯的船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黑石号一样 它往往是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 然后再到南亚 最后再到阿拉伯 这样呢 就和沿途的物资 都很容易地得到交流 而不是仅仅像洛杉瓷这样 只能从中国把这个货我运出去 比如有一种青金石 它是生产青花质所必须的原料 它产在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 原来因为陆路交通 所以能够印到中国量很少 而且往往质量不高 所以中国尽管已经能够生产青花质了 但产量不高 质量也不好 等到海上丝绸之路建立 大批的西亚的青金石 被印到中国 成为生产青花质的最好的原料 所以到了元朝 中国的青花质 已经成为主要的外贸的商品 因为摩斯林 阿拉伯人非常喜欢青花质 所以青花质主要是外销的 到了今天 世界上收藏青花质艺术品最多的博物馆 第一是伊斯坦布尔的老皇宫 第二是伊朗的波士博物馆 而不是中国本身 但是海上的丝绸之路 也完全是由阿拉伯人 波士人开辩和控制的 比如到了唐朝后期 在广州的阿拉伯人 波士人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区 被称为藩房 管理这个藩房的长官 也是外国人 被称为藩长 那么附近的泉州 从唐朝开始到宋朝 已经形成了一个 有阿拉伯特色的城市 我们今天到泉州去 还可以看到不少当年的阿拉伯人 留下的清真师的遗址 他们的墓地 他们的悲客 有的上面都还写着阿拉伯文 连泉州斯珀斯的长官 宋朝的斯珀斯 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和外贸局 而那个长官朴寿根 他本人就是阿拉伯人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来看一带一路 我们一定要明白 它到底只是历史上的重演和延续呢 还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那么我的结论 是创新 所以不要过多地考虑 这里是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或者我们这里是不是挫产丝绸 实际上一带一路 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只是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面的丝绸之路 都是外界主动开辟 或者进来的 不是中国人自己创造 或者自己主动要发展出去的 那么今天呢 一带一路 是中国是习近平主席 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如果认为 历史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主动提出 或者发展的 那么肯定我认为 今天提出一带一路 也必定是成功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今天是中国主动的 那么问题 就要考虑怎么样是对方 能够响应 能够合作 所以 习近平主席 他在哈萨克斯坦 在印度尼西亚 首先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外界的反应 是不同的 比哈萨克斯坦 最积极致 但是印度尼西亚呢 就不如哈萨克斯 那么积极 而有些国家呢 它并没有响应 所以 最近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十九大以后 西亚克斯坦 西亚克斯坦 他亲自表达这个概念 他把一带一路称之为 我的倡议 而不是像有些中国的学者 把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战略 我想各位肯定可以区别 这两个概念的不同 战略是从一个国家 主动推进的一个大的计划 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国家来考虑 但倡议呢 只是提出这个建议 需要其他国家 需要对方响应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这个今天和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 那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做到 能够互通 这个互通有很多通 最后要达到人心相通 还要互利 要强调能够双赢 用英文讲就是win win 因为如果大家过多的 把思索之路 把一带一路看成古代的思索之路 那历史上并不存在双赢 也许在经济上是外国赢了 但是古代的中国认为自己至少在政治上赢了 因为他把人家的贸易看成是朝贡 或者只是计较 或者只是计较政治上的利益 而不考虑经济上的利益 但是如果中国把一带一路 变成像当初西方人进入非洲 或者是单方面向外的扩张 那么也肯定得不到对方的响应 所以这一次 这个中国明确 一带一路的目标 应该是形成利益共同体 因为只有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那么这样的成果才能够持续 才能够长期的发展 那么一带一路最终的目标 是要建设命运共同体 大家知道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因为原来 我们在中国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听到的目标 那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这是一个 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 这样一个政治目标 它是不可能为外界所接受的 而且就在中国 大家都认为 共产主义是非常遥远的 这是几百年 一千年以后的事 因为邓小平讲 我们现在只是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 而这个初期阶段可能要好几百年 但是大家注意到 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一个很包容的概念 习近平最近又说了 中国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 中国的制度 但是也不进口 你们也不要输出你们的 实际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人类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文明 是可以共处 可以共同发展 所以这个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包容的 开放的 并且它可以 作不作不实现的 这样一个目标 它当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但是可以 首先在某些方面 作不作不地做到 我想这个是更容易 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首先眼前的话 要从具体的一带一路做起 但是一带一路 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政府所说的 那么具体的规定 因为当时 中国政府发表的文件里面 曾经规定 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 具体的是将从中国 经过新疆 通到中亚 然后欧洲 这一条带 还有其他的带 比如说 从中国经过越南 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呢 从云南 到老挝 缅甸 再到印度 订了这么几条带 实际上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思想 还有呢 当时曾经说 海上丝绸之路 附近是出发地 但是这个概念实际上 是现在已经改变了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曾经想做的事情 我想后来就发现 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比如说福建 福建 如果从海上发展 首先就碰到对面的台湾 福建一度 要建立一个海溪经济区 海溪 但是 这个海溪是谁把它作为海溪呢 应该是台湾 这就离不开台湾的合作 如果台湾不合作的话 那么不可能有什么海溪经济区 而且从中国现在 海上交通的限帐 那么上海 是世界上最大的集商下码头 而且最近又建成了第四代 无人控制的 自动的 无人操作的 自动的 这个码头 广州 深圳 青岛 天津 大连 这个现有的条件 都比福建还好 所以现在实际上 我们讲的海上是左字路 是不受到什么地方的限制 所以习近平主席 他到广西 白海去视察的时候 他就说了 你们这里 也应该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 重要出发地 所以现在我的理解 只要能够 把中国的经济发展 跟外界联系起来 共同发展 能够把中国的物资 印到各地 或者从世界各地 把这物资印进来 能够有什么项目 可以推动 经济的全球化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 在中国内部 各个地方曾经都在争 谁是真正的丝绸之路 出发地 比如西安 说我们是真正的丝绸出发地 洛阳说我们才是 甚至上海也说 这个丝绸是从我们 在农民家里印出去的 所以我们这里才是 这都是误解了一带一路 事实证明 这几年以来 真正发展起来的 真正建成新的一带一路 是不受到历史资源的影响的 比如说重庆 重庆从来没有争 它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 但是重庆是当时的市长 黄奇帆 他就第一个开通了 从重庆到新疆 到欧洲这陆路交通线 因为重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 它的产量已经占到全世界三分之一 而它这条路上的交通线 主要就是解决 这些笔记本电脑 怎么样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运到欧洲 即我知道 在现在已经开通的 经过新疆到欧洲的火车 踢路路线 这是唯一的一条能够盈利的 而其他大多数到现在都都亏本 所以今天的建一带一路 有历史资源最好 没有历史资源也完全可以建成 它跟历史上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比如曾经有韩国的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们的计划里面 没有把跟韩国的联系 放进一带一路 我告诉他们政府只是挤了几个例子 其实只要你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合作 这就是一带一路 比如说甘肃一直认为 自己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 经过的地方 这没有错 路上丝绸之路的确在甘肃境内 有一千多公里 但是问题到了今天 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间 到现在我们还发现 没有发现甘肃有什么有利的条件 当地的学者跟我争论 你看当初不是所有的物资 都是跟我们甘肃经过的吗 我问他 那个时候是人 马 骆驼 所以他们每天只能走那么一点路 所以他经过你甘肃 要花 二三四天 甚至更多的时间 所以他要在你们甘肃境内 吃饭 睡觉 采购粮食 储存物资 那么请问你今天 如果的火车经过的话 还需要这样吗 他们说 未来我们要建高铁 我跟他们说 未来建成了高铁 通过你们的时间更短 对你们甘肃更没有好处 所以我在中国 我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专家学者 告诉政府领导人 我们不要把今天 这个历史上的资源 经验看得太重要 今天跟以前 无论是中国国内的形势 和国际的环境 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们不要再停留在历史的概念上面 这样才能够真正建成未来的一带一路 也就是习近平主席 一直强调的 才能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 最后呢 建设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那么 眼前我们还要注意的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 还要注意防范 经济风险 和政治风险 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那么中国呢 现在也希望 自己 融入世界经济 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比如说 中国一直希望 人民币 要国际化 而且现在已经成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篮子里面一个主要的货币 中国的经济 对外界的依赖性 已经越来越大 比如说中国有些发达的省市 它的经济主要 是依靠 对外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上出现的经济风险 中国都已经无法避免 另外 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多次的 无序的阶段 近年来发生了很多 连有关的专家都意料不到的 政治风险 和政治形势的变化 所以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 那就不仅要 做好自己国内的工作 而且要警贴 外界的 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能发生的 政治风险 和经济风险 比如说 中国曾经 在利比亚 有很大的投资 承包了很多工程 但等到利比亚 发生动乱 卡萨费被杀 利比亚到现在 还没有恢复 安定 那么既我知道 中国在那里的投资 项目 基本上已经 都已经被毁了 不可能再恢复了 又比如中国 现在对巴基斯坦 是未来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 总共投资 大概超过 六百亿美元 一方面 巴基斯坦跟中国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继承了利益的 共同体 但是呢 这个 也得 同样存在着 很大的风险 比如说 恐怖活动 宗教冲突 还有巴基斯坦内部的 政治的 冲突 还有巴基斯坦不同地区 比如这个经济的经过地方 跟其他地方之间 经济上的不平衡 这些都 构成了 政治风险 但这样说 不是说 不要推动一带一路 而是更加 要使一带一路 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 在历史上 丝绸之路 畅通 是依靠 某种政治势力 对这一带的控制 比如说 汉朝 唐朝 在它强盛的时候 那么这条丝绸之路 它的安全 是得到保障的 那么这未来的世界 不可能再依靠 哪一个国家 无论是中国 美国 俄国 俄罗斯 都不可能依靠 自己一方面力量 来消除 这些政治风险 唯一的办法 只有把 一带一路 沿线的各种 政治势力 各国家 协调 大家 复利 形成 他们 共同的利益 这样 才能 防范 可能 出现的 风险 或者在 风险 发生 以后 通过 多边的 合作 把它的 影响 尽可能的 降低 尽可能的 安全 比如说 现在 如果这一带 发生什么 动乱 需要 撤退 这个 侨民 那么 如果有 国际 合作的话 这个就 比较 容易进行 另外呢 这个 如果是 真正 做到了 互通 那么 也可以 大大的 提高 这个 共同的 利益 比如 现在 中国开篇的 从新疆 经过 中亚 到欧洲的 交通路线 就碰到 一个 比较大的 障碍 就是 原来 苏联 境内的 梯路 它用的是 宽轨 轨距比较宽 但是 中国跟 欧洲 是国际 标准轨 比它 窄 所以 现在 中国的 火车 出了 阿拉三口 那么 就要 把 所有的 货物 卸下来 装上 哈萨克斯坦的 火车 因为 这个 轨道 是不通的 这个 过程 正常 情况下 要 差不多 十个 小时 而中国的 火车 就只好 空载的 再回去 往往 很难 能够再 抓满 货物 而这个 火车 到了 白俄罗斯 在进入 欧洲 的时候 又要 重复 这样一个 过程 所以 这样一个 你看 具体的 梯路的 轨道的 不同 就会 造成 那么 大的 损失 但 怎么改变 它呢 那就 需要 双方 采取 一种 协商 共同的 方式 到底是 让它们 变成 跟国际的 标准 一样呢 还是 中国 欧洲 变过来 跟它的标准 一样呢 类似的 问题 实际上 还有很多 各国家的 制度 各国家的 货币 各国家的 这个 办事的 方式 甚至 你知道 这个 很多语言 文化 各方面 差距 所以 在这个 过程中间 无论是 小的 具体的 问题 还是 大的 不同的 文明 都要 互相了解 然后呢 互相借鉴 所以 一方面 要保持 我们各自的 文化 能够保持 多样性 保持 我们的 传统 但是 另一方面 怎么样 人类 不同的 民族 不同的 国家 不同的 宗教 不同的 制度 之间 能够 尽可能地 找到 更多的 大家的 共同点 从这一点上 历史上 丝绸 之路 能给我们 一起发 尽管 尽管中国 曾经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但是中国 得到了 很多 如果没有 师储 所得不到的 物质的 精神的 外来的文化 比如 比如现在 成为中国 比较普遍 接受的 佛教 它主要 就通过 洛杉磯 绸绸 传到 中国的 中国今天 能够 养活 它 这么多的人口 其中一个 原因 就是 到了 明朝 以后 从海上 传到 中国 很多新的 粮食作物 比如说 红薯 sweet potato 土豆 potato 玉米 花生 辣椒 烟草 所以中国南方 山区 丘陵地带 就是依靠 这些 粮食作物 才得到开发 所以中国到明朝 最多的时候 人口 大概两亿 但是到了 清朝呢 由于有了 这些作物 所以人口 就脱破了 四亿 接近五亿 所以我相信 我们 如果能够 继承和发扬 失措之路的 积极的经验 那么 未来的一带一路 将不仅 改变中国的面貌 也可以 把世界 带入一个 新的时期 好 我要讲的 就这些 请各位 批评 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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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